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拜登签署了国人购买美国货的行政命令 然后媒体就写了 所以你看昨天的雅谷台谷婴儿重挫 新闻读完了 您觉得这个观念对吗 外资最近狂卖台谷 而且也出走了 我们需要害怕嘛 台谷的下一步呢 您关键一提头 马上为您追清楚 说到了追 台谷呢 最近一段时间全部都在冲冲了 第二堂课哦 上个礼拜三教您当冲的技巧 先买后卖 今天第二堂课教您先卖后买 来当天结束的当冲技巧 要赢哪有那么简单呢 当冲女王今天继续第二堂课 而这不是冲不冲的问题 这是个判断的问题 听说今年一整年哦 台湾的出口竞争力 依旧可以赢过了韩国 因为R12正在说话 差距呢 来到了13个月来最大的情况 一什么叫做R12 第二个到底又说了什么话 极限第二个大赌家 听看看我们台湾的竞争力 绝对不能小看 这我也不敢等闲事吃了 彭博竟然登出了五大趋势股 说这五大趋势标的哦 是雅股跟台股的今年重要的投资方向 一哪五大趋势啊 他的期待性呢 第二个五大趋势股 到底台湾的相关又是哪些的好股票呢 跌时种植正当盘就帮您找这一些咯 压轴为您着想 待会来听看看 第二堂的当冲客 当冲女王交给他了 说发姐你好 晚安 瑞好 晚安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台湾今年的竞争力 依旧能够赢过韩国吗 记者知道 记者你好 瑞涵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台股呢 盘有没有发现到 慢慢的 渐渐的稳下来了 现在的外资哦 卖不下来台股 所以工程在哪里 听说是这三个 真的如此吗 晚临终 你好 晚安 瑞涵好 大家好 好 包括了到底蓬勃 哪五大趋势股 清晨大哥他知道我 记者大哥你好 瑞涵晚安 大家晚安 见稳了 台股慢慢走稳步调 您发现到了吗 今天涨了42点 哪里慢慢走稳步调呢 先说K棒 也许您会抱怨连续四天 高点没有过 但搜化者又如何 昨天有看前线吗 明和特别讲了 如果震荡整理盘量最好 缩一点点 缩到3100亿以下 果然 好 现象一 好 现象二 今天腾落指标 有一点点勾角了 所以涨的加速 比下节加速还要来得多 好 现象二 所以我当然就来个 大胆假设了 这条的月线 根本压根不会破 好 颈线位置 15320 也不用担心了 不会破 手的稳 真的是这样吗 我的大胆假设 来自于2330 给我信心了 台积电今天点了2块钱 等同拖累大盘16点了 所以麻烦你加回去咯 扣掉台积电 如果把它加回去 等同贡献大盘 今天实质上是涨58点的 所以有没有慢慢 渐渐稳下来呢 贵买 请看 今天贵买 昨天有没有看清线 我也让人特别讲了 中小型股 慢慢有办法当家 最近贵买红棒 站上了这个 十日线跟五日线 全站上了 这就是好 但它定不好的 外资还在卖 可是外资卖 您不用担心 看到现况了吗 这两三天 我老发现 破口瑞旧值走在前面了 它如果跌得比较重 大盘就往下做修正 昨天呢 正在才讲了 如果破口瑞旧值 能够回到130以上 未良收斗马上达正 所以大盘境内的红 红中透强 是不是这样 但糟糕了 坏的消息是 资云商 因为林中有讲过 这一波段 资云商是赢家 可是它多单连二减了 这一好一坏的讯号 到底我怎么判断呢 涨度跌少 跟您报告牙谷 陆股虽然红 但有坏消息 苹果供应链 陆陆续续 距加快步调 撤离开中国 转向了印度跟越南 而台湾 台股的红 来自于我们的信心提振 加拿大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加拿大智库发文 对外说 加拿大应该主动的 跟台湾进行结盟 才能够拉伸 台湾的国际地位 Kanada 谢谢您 除了这个之外 回头再看一下台股 有没有感觉 奇怪 涨幅怎么不太大 没有错 就跟新闻一样 大盘上不上下不下的 新闻是利多还是利空 我告诉你看不懂 那看不懂 三个不懂 待会熟方姐就会解了 昨天拜登签了 行政命令 要国人买美国货 所以就说了 昨天台股雅股全趴地 但我要问对吗 Total 所有美国人要用的东西 都是Made in USA 你觉得可能吗 这是我的疑惑 第二个 欧飞光触控卖力讯 听说这么一卖 当然我要问 熟方姐来 为什么要卖 熟方姐来请上来 这么一卖台股有压力 又是坏呢 第三个不懂 青岛货柜 供需慢慢恢复平衡了 这就有人在讲 春节农历过年 是缺贵的利多问题 转类点 有可能多转空 会吗 但是航空不一样 航空的货运 全部都涨价了 难不成现在货运 海 海的货运 下 空的货运 上 是这样吗 哪里大不同 三个不懂新闻 熟方姐教一下 对 其实在最近里面来讲 多空的消息都是杂成 大家说 昨天的一个雅股 不是只有台湾 韩股 日股 还有港股 是不是都大跌 其实这个部分里面 我不认为 是跟拜登说 你要所有的东西 都买美国货有关系 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 都跟什么 被动基金的外资操作 有关系 熟方姐早就教过了 现在根本就是被动资金 被动型的外资撤离开亚洲 对 也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亚洲货币 并没有持续的大升值 对 那美元指数是不是在打底 所以这个被动基金里面来讲 他在这个时间点 当然有希望 希望他自己可以获利了解 所以我觉得卖方为被动基金 主动基金还是持有 跟汇率 期货选择权的空单 绝对有关系 不然的话在昨天为什么要压低结算 提前结算 今天你看他大卖的一个金额就少很多 我们插播看一下 我们有一张期选的空单 最近期货家选择权的空单 你看这么多 感谢玉衡每天给我这张资料 熟方姐讲对了 来继续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拜登说 你所有的产品要来自美国 拜登有说 你里面的零主件也要来自美国吗 不可能 没有嘛 他其实没有这样说 而且他有说 如果你不买美国货 你要来跟我解释 他有说不准吗 没有 所以他没有很多的细则 所以他里面的细则并没有说 你所有的零件都要美国的生产 或是你的厂一定要设在美国 他并没有这么说 他只有说你要Made in USA 那请问苹果他的工厂在哪里 台湾跟中国大陆 那算不算是美国货 是他是美国货 那算不算Made in USA 是 但是他的零件都是很多都要跟台湾买的 所以他还是符合你是买美国货 我们台湾很少自由品牌 除了NB以外 三星有没有自由品牌 中国大陆一堆自由品牌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台湾里面零主件搞不好都跟台湾生产 对不对 那第二个真的就是利空了 他就是一个利空 为什么他是一个利空呢 因为欧非光 他因为财务上面有问题 他旗下的四家子公司跟触控有关系的 他卖给了利逊 那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之前有一家公司 是不是叫伟创 对 那伟创有没有卖两个厂给利逊 那我先跟大家讲为什么他是一个利空 第一个大家先知道利逊他原来做什么的 他是做连接器的 那连接器跟现在的Type-C绝对有很大的关系 那去年他切入到什么 Apple Watch 苹果的手表 还有SIP的封装 那这个是不是就已经跟什么 这边就已经是苹果手表的组装 这边就跟半导体有关系了 那现在他要买下这一家欧非光里面 旗下四家触控的子公司 那你来看他做什么的 微电子 影像技术 显示科技 然后精润光学 那也就是说 你有没有发觉 他通通买的都不一样 一下子组装 一下子光学 自己本身做零组件的连接器 那这个部分 大家还记得在之前里面来讲话 习近平有说过一句话 内循环 也就是说他这样子 他我们在整个一个学术上面 叫做合众的策略性的结合 所以力讯该不会想要打造出 中国大陆的红海吧 对 一条龙 也就是说他呢 自产自销 也就是说他自产直接在中国大陆里面去做 那这种过程之中 他就可以避开中美贸易战 所以力讯的一个大团队上中下游 你要组装 你要产品 我来帮你包 其他不用委外给台湾厂商 对 这就是为什么苹果我们台湾的很多组装公司 很多的零组件公司不做了 因为做了也没用 因为他一旦合纵连横 是不是全部都我做 对 我全部都可以用什么 价格上面跟我们台湾对打 对啊 因为杀价就会抢到单子 所以他会影响到什么 台湾的手机的供应链 未必会影响苹果 但是第一个 在中国大陆的手机供应链 还有触控的供应链 就会受到影响 终于知道了 中国大陆的欧非光做触控的 然后把部分的四家触控子公司 卖给他意义重大 没有 欧非光有做光学 他有做光学 总之呢 我们会受到的冲击 第三个 好 那在今天里面来讲 货柜个股里面来讲 股价一直在低迷之中 无论在之前怎么样的利多 都是不涨 YG也在卖 投信也在卖 一直到最近投信才买回来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参考 在学术上面的数据 叫做货柜可用性指数 这维持在0.3到0.38 那他之前孕价大涨 大家知道是多少吗 多少 0.12左右 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你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以前我们是叫缺柜 所以涨价 那你现在货柜 你是不是可以用的货柜 已经上升上来了 对 你的比重 已经跟上次里面 公布的数据 大概是0.12 那你现在已经到0.3到0.38 是不是就代表你的供给面的货柜有出来 当然对 所以货柜可用性指数数字越高 代表你可以用的货柜是在增加的 而不再是缺柜了 对 那就代表供需逐渐的产生的一个平衡 加上他的股价是从各位数字曾经涨到四十几块 那你想想看涨几倍 股价是不是涨多 对 股价一旦涨多 你碰到一点点的利空 他股价的反应就很大 那融资的增加 法人的卖 现在的台北股是叫筹码大战 刚刚瑞涵一开始讲说 我们现在台湾里面就是靠 那个关股银行靠自营商 就是筹码 他的筹码是有待沉淀 那在今天里面来讲 反而是航空个股大涨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之前里面他的股价呢 他虽然有涨上来 但还是在长线低机器 那第二件事情 你之前有听到货运涨价吗 航空的没有 对 航空的货运没有 可是其实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他本来就奠定出来 第一个 现在是冬天 有些远洋的货柜 海如果结冰 你可以靠吗 货柜 海运吗 跑不动吗 靠飞机了 第二件事情 现在的疫苗能够用货柜运吗 不行啊 他要零下好几度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加上半导体是不是极精密的科技 你能够靠货柜在海上 这样大幅的晃动吗 不可能 我跟你讲 那些的电子关键零组件 全部都要飞机在 对 而且不要说那些很高阶的 就连苹果的手机 也常常是用空中的货运 所以他的杭州 欧洲线里面涨15到25 两岸线涨40% 那这个部分就是来自于极单 跟冷链的需求 就是疫苗会大幅的增加 所以蜀方姐我要个答案 同样都是货运都是在货的 海的这个货运有一点点下 空的货运有上对不对 对 好 那检查相关的标的 那华航的部分在最近里面 他曾经回撤到票面价10块钱 第一个他第四季能不能够有亏转盈 没有债客还亏转盈 那就代表什么货运大赚 这个大家注意 那今年的获利呢 会比去年里面来讲的话 大成长 今年大概可以赚1块多 如果再涨价呢 转机题才获利增加 对啊 就像杨明跟长龙 之前大家估1块 后来估3块 后来估5块 后来估7块 就是这样子嘛 那长龙行的部分 因为这两家公司比要知道 请问空中的货运谁比较多 他比较多 对 行客的部分里面 他比较多 所以2021年亏损能不能比去年减少 这是一个重点 那长龙的部分 可是今天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利空 法人一直卖 他没有破第一只脚的低点 所以他的第一只脚的低点是30块钱 或是能不能够守住季限 那未来公布第四季的财报 当季2块多 如果利多不涨就要小心 那TPK跟GIS是触控的 TPK这几年之中 他的整个股价还是空头 下降现行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毛利率 没办法提升 我们说毛三道四 就是类似这种 他现在毛利率都要给多少 各位数 目前营业毛利是各位数字 然后GIS的部分 他还有一点机会就是 譬如说能不能够打入韩国大厂 mini LED跟台湾的mini LED 所以他股价上面来讲的话 是比较属于打底形态 你知道刚刚淑芳姐 为什么那么重视毛利率吗 毛利率呢 就是我现在卖东西收入的钱 扣掉了成本叫做毛利率 如果毛利率很低 我告诉你我卖一只这个棒子 可能才赚一丁点钱 一块两块那个获利空间拉不大了 再检查一下从华航到GIS 来我们来看华航 华航他是率先回测到季线所在位置 你看今天没有消息 这个之前法人大卖 我们来看先把法人弄出来 底形出来了吗 对我们来看法人是不是一直卖 外资也在卖 投信也卖 那我就跟大家讲 如果外资投信一直卖 股价不破底 那就是你可以去做留意的 对买盘是谁 值得您留意长荣航空 那我们来看长荣航 长荣航也是法人是不是一直卖 股价也没有跌 对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 如果法人一直卖股价不跌 那就是有一只你不知道的手 在这里面去做承接 货运天上飞的是好的 货运海上跑的是不好 长荣 你来看在最近里面 因为投信回来买 你看他这个这只脚是30块 今天碰到这个利空 台北股市今天还有往下侧 他没有破 所以这种个股上面来讲 也一样 如果法人卖卖不下去 30块钱不破 那你就可以留意 有没有机会打出一个底型 好TPK TPK的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 来看长一点点 长一点 那就不用看了 这就是我讲的下降泄息 轨道 除非他突破这一条线 不然的话你就光望 来看GS的部分 他就没有这么差了 我说他是不是在打底 那如果Million一滴来了 他可以接到韩国大陆 或是台湾的一个订单 对于他的股价就会有帮助 好 感谢鼠方姐 谢谢您了 超级精彩 观众朋友 你以为看新闻 把他看懂 有那么容易吗 要不是鼠方姐说 来秀一下我们的引言哦 三大新闻 鼠方姐说了 我们心里才懂 不然迷迷糊糊 还以为真的是大利空了 反而某种程度 我们是利多了 所以待会回到现场之后 鼠方姐还有第二个重要的任务哦 外资最近卖股票卖了很多哦 所以如果外资出走 有没有出走 我待会再去给您看哦 所以外资卖股票 如果真的出走了 我怕不怕呢 要怕嘛 台股的下一步呢 听一看看 鼠方姐怎么说 接下来还有 金人大哥帮大家追了 刚姐也说了 外资一直卖 一直在到货 可是外资卖不下来哦 原来另一股强劲的买盘 把它买起来了 这个那一支 他是集团吗 他是大的老板吗 所以外资卖不下来 反而那支拱起来的股票 请问可以报股过年吗 金人大哥预告 有很多股票 外资一直卖一直卖 一直卖 就是好像有一只手 把它撑住 而且股价一路涨上去 这些股票又有主力 又有业内主力来买钞 而且又集团的色彩 加上有国际大咖的加持 这些股票呢 基本上是可以报股过年 等一下我们来说清楚 哦 他给答案了耶 这些股票 基本上是可以报股过年 但我的问题又来了 我真的很想知道吗 都要过农历过年了 那么多天的放假 那支支援商 为什么敢买股票 这个才是重要的关键点 说到了关键 美国派出了杀手级的高手 天啊 我的妈呀 他盯紧我们新台币 杨总裁可能会越来越辛苦 因为这么一盯啊 听说我们央行日后要组升台币 面临了三大困境 怎么办 什么困境 齐晨 对 不说台美关系 40年来最佳吗 怎么派了一个杀手来订我们 那这时候呢 会不会让台币的升值趋势 更难阻挡下来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 如何用他过去的谈话 跟他的文章内容 指导他未来 美方可能对台湾的 货币政策的影响 那这边呢 我们稍后会告诉大家答案 而且呢 这个人 忽然又无想认识您了 这个赛色他何许人也 为什么说他是个killer杀手呢 当然呢 央行为了要盯炒会 所以炒会的动作 现在央行全部都盯紧了 到底怎么做 请小心 齐晨也会说 感谢林中说得清楚明白 上上礼拜三 他给了我这张图 他说啊 现在大盘哦 基本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弱 因为只要看这个自营商法人就好了 8523这个低点 一路做对方向 是自营商not外资 不是外资 外资是做错的 所以怎么办呢 你看今天的自营商 自营商的多单连续两天地减了耶 所以林中要不要紧呢 台湾的下一步呢 对 今天的自营商 其实这个多单稍微减掉两千口 那跟两周前有什么不同 其实在选择权 有很大的不同 自营商已经偏空 我觉得蛮偏空的 那稍后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盘到底有没有再往上的机会 不会吧 林中已经给答案了 原来自营商已经变脸了 它翻脸我们都还不知道耶 如果自营商都已经翻空了 那外资现在不是狂卖 那我这个还有期待吗 因为我发现到 台股慢慢的外资卖不下来 这三个加分还存不存在 存在几个呢 回来之后大盘 麻烦林中追清楚了 林中还带来第二个重要的指标 第二个题目 什么题目呢 你知道吗 国人很喜欢去买ETF 而且那些ETF 里面都包了护国神山谷 护国神山群 有四个护国神山 其中两个就是联发科跟鸿海 想不想知道哪些的标的 ETF包联发科 包鸿海 包最大 那么现在如果他们有机会 这个ETF如何操作 如何挑选